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了 这事千万别让小涛知道 知道知道 我比你害怕的知道呢 放心吧 你跟我说的那个人扒杆子打不到一起 绝对安全 那就好 我这儿还有点事 一会儿扒完结束了 我就过去找你 好 拜拜 拜拜 行了 这饭也吃了 酒也喝了 我先走了 拜拜 看来吃人家的不仅手软 还脚软 你要脚软要脚 这些最困难 seize 还要不是 我想你吃什么 warehouse 现在你要脚软到我家 我自己都只在我家 虚拐走 你真是什么 不要 想我进一步吗 你很喜欢喝这个吗 对啊 那以后天天来喝 不要 就是因为是好东西 所以不能天天喝 为什么 好东西如果变得唾手可得 随时随地能拥有 就不是好东西了 这是什么理论 喜欢上一个好女孩 难道要把她送给别的男人 那个女孩才算好吗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可我真的觉得没必要说 只要听我说清楚就够了 说得好像很了解我似的 那你说说 我到底想说什么 你无非想说 不要再跟你开玩笑了 不要再说娶你之类的话 我们不合适 我们不是同一类人 那你既然知道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因为全部清楚了 所以才决定这么做 你不合适 也许你觉得快了一些 但是我觉得感觉这个东西 可遇不可求 你一定有这样的感觉 你跟一个人相处很久了 还是没有熟悉的感觉 但是有些人和你相处很短的时间 你却会有熟悉的感觉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见我第一面就很熟悉了 闹得也不至于 只是越熟悉 越有感觉吧 为什么我没有这个感觉啊 你算不算暗恋 不对 应该是明恋了 而且还是单方面的名列 看到了吗 就是这样 什么 我是一个很少笑的人 也很少有事情能让我笑 更别说能让我觉得快乐的人 看来 你这些年活得很辛苦啊 是不是很同情我 有点 那就对了 女人对男人第一感觉 就是从同情开始 我对街上的阿妈阿狗 也会同情啊 别走啊 过来 我好像听到雷小桃的声音了 你想前妻想疯了吧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黄县司 要收断的声音 干什么 放开我 干什么 放开我啊 这种时候你们拉的哥们儿 太不够意思了 杨康 不是不让你去 只是得先冷静三秒钟 我冷静 我凭什么冷静 我灭了他 杀无赦 杨康 冰水四号 冰水四号 不喝 皇上 激怒我 微臣 有锦囊妙计 快说 看 他落内了 那就赶快吃嘛 怎么 不想吃 没胃口 也不知道怎么了 也许刚才牛肉吃多了吧 那以后饭前来吃 你怎么不吃啊 省给你吃嘛 哎呦 说得真好听 小气死了不会再买啊 只要你吃得下 我连这家店都可以给你买上 那你怎么不把整个城市也买下来嘛 城市算什么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把整个土星买下来送给你 骨功不收录 这不是送给你的 是送给我未来的妻子 那我就更不能收了 你就是他呀 替我帮他提前施肉 什么啦 绕得我头都晕了 怎么 我送你的土星 不好奇吗 不好奇 不要 我 来来来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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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水啊 阳哥 我们啊 就看你的了 别冲动 记住我们的话 重点是那一句话 一定要在恰当的时候说出来 击中他要害 千万记住 敌怒 我不怒 话我已经跟你说清楚了 怎么做就是你的事了 不对 是我们俩的事 都说丹链很伤人 我真的不想伤你 那就跟着我了 可是 我又不想勉强我的心 你的心啊 迟早是属于我的 墨镜 墨镜 好好好 这样你够帅 帅 帅 背伸针 背伸针 好 真帅 好 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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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过一首歌叫 冰淇淋的眼泪吗 太听过了 那会儿罗小禅 天天在我耳边唱 这歌还是他男朋友 唱的呢 罗小禅是谁 她是我同学 也是我好朋友 她爸是一哥星 她老公也是一哥星 而且还是一超级巨星呢 是吗 嗯 怎么我没见过 在深圳呢 我 杨康 你怎么来了 这是命运的巧合 是历史的必然 你在说什么呢 我们谈正事呢 谈正事 行 你们谈 谈啊 我们正在讨论 谈婚论嫁的事情 你别火上浇油了 杨康 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们正在讨论 谈婚论嫁的事情 帮助淡定 杨康 停 男人说话 女人少插嘴 请对我的女朋友客气一点 请你离我的前妻远一点 既然是前妻了 那就放手吧 你不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有个词叫复婚 第一次过不下去 第二次也枉然 放屁 杨康 喂 你想怎么样 放手 论拳头你不是我对手 论钱你更不是我对手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 你说什么 别打了 你放手 怎么了 心疼了 请对他说话 客气一点 我跟我媳妇说话 关你屁事 我会一直为你等待 选择吧 A 左脸 B 右脸 A B也可以一块的 不就是这西装吗 你至于吗 你怎么还那么幼稚啊 以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怎么分开没几天 曾经的纯真就变成幼稚 你是退化了 人家往前走 你往后退 越长大越幼稚 是吗 感情您认识了成熟的有钱人 所以连着欣赏水 也开始跟着有钱人一起走 我不想跟你吵架 我只说最后一句话 我跟他没关系 你跟他有关系我也管不着啊 你 谁让你是我前妻呢 前妻同志 你那个有钱的成熟的现任男朋友现在来了 赶快五体投地 一跪三颗头的迎接吧 你 好好帮我照顾前妻啊 杨康 你怎么竟说反话呀 哎 还有我刚才教你那套 你怎么一步都没做啊 他不会是哭了吧 抱歉 你说什么抱歉啊 只要让你不开心了 我就觉得抱歉 不管是因为谁 不要认为我在强迫你 我是觉得我 有足够的能力让你幸福 如果有一个男人能给你比我还多的幸福 我绝对不会缠着你 反正 反正 谁也不能阻止我给你幸福 包括你 今天本来打算带你去我家的 现在看你的心情 我这算了 改天 送你回家吧 好吗 怎么办法 我 就 走 她 你 你 你 走 今天晚上要把小桃带回家吃饭的吗 我这不是忙着准备的吗 吃饭 他做梦 妈 我告诉你 等一下 你干嘛 我发微博 我要告诉全天下 我跟廖桃感情破裂 缘分已见 行了行了 好了好了 你说你那点事 发到网上去 让别人看起多不好 去去去 要子就让别人知道 我还要让全天下的网民 统统知道 好了好了好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俩又吵架了 以后再也不会吵了 我跟你说 那个人 从此被驱逐出我们杨家家谱 弱过吗 行了行了 凡事都不要太冲动了 给你 你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到家里来 妈跟他好好谈谈 听见没 谈什么谈 人家都有男朋友了 是个公子哥快结婚了 真的 喂 什么情况 你怎么还不来啊 你看 我都忘了 这就来啊 这什么人呢 一个个一点都不关心我 童童 我要他好看 不舒服吗 我有点晕车 在前面停车吧 来 来 空 来 来 来 你经常运车 没有啊 谢谢 你上车等我吧 没关系 我陪你 这脏了 擦一下 不用 我自己来 大概 我的胃是中国胃 我太适合吃西餐 该不会是那家餐厅 做的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 应该不会吧 好些了吗 嗯 小董 怎么了 刚才我们在西餐厅吃饭 我们是一起吃的对吧 我知道 我没事 你不可能有事 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 还有 刚才我们在那个露天冷饮店的时候 平时特别喜欢吃 今天看了就是没胃口 可能我牛肉吃多了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我 我都这么引导你了 你还不明白我说什么吗 什么呀 就这样 你居然还敢结婚 你奇妙 我不舒服跟结婚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你们很想吃饭 那想吃饭 这他重备 我都提到 我还是要黑白费 你真想吃饭 这就是你 不敢吃饭 这个月 来过了没有 不是吧 还不接 我看他是不是想死 说不定在开车或者开会呢 那也有可能在开会 他这个人呢 一开会就六亲不认 真有个性 对了 咱们跟罗姨见面 你跟小桃说了吗 我哪敢告诉小桃啊 反正见了面 我就能自由一段时间了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吧 你还真敢混 我这也是卑鄙无奈的呀 等我有了正式男朋友 我就立刻跟他结婚 这样我爸就不会再缠着我了 你可别啊 小桃的经验 你还没吸取够啊 我觉得挺好的呀 这又结婚又离婚 过几天再复婚 这样轰轰烈烈的日生 怎么可能不要去那里啊 过几天不就知道了 我 我害怕啊 这种事情啊 你越早知道 越有利于你 要不要给杨康打电话 我不要 不要 那就进去吧 我说了 我还没想到 要你再请我 你要不要 但我打电话 咱们呢 是说谁都不好说 这事不能说 这夫妻的事 咱们大人说多了 不好 点到为止就够 是啊 他们跟我们沟通好了 也不等于他们好啊 你说是不是 你说的是这个零 他们小夫妻的事啊 就叫他们自己慢慢解决吧 我找着工作了 找着了 在哪儿干什么的 在商场的地下车库里头 保安 保安 你 说是保安 其实就是停车收费 那倒还是挺轻松的 给多少钱啊 八百 八百也就 八百怎么了 你就知足吧 你说我天天在家里待着 这一待一晃 一个月过去了 一分钱没有 我在那儿待着 起码每月八百 起码给我咱吃喝啊 也是啊 你说杨康欠了银行那么多钱 什么时候才能还得上 我听说 他的商店开始赚钱了 你儿子的话 十句能信八句吗 还赚钱了 是啊 要是银行 咱们有朋友的话 还能帮忙打听打听 是啊 我也想出去找工作 怎么了 你都能找到工作 我就不能啊 你说你说 这 也是啊 像你这岁数的 确实能找到工作 我觉得 你出去找工作 我怕你受不了这个苦 反正啊 你儿子咱是指望不上了 咱们哪 只有自力更生了 不能那么想 对儿子一定要有信心 咱们家 一定要团结一致 奋勇向前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没事 这是老头真是的 越活越年轻了是吧 罗 Maryland 你是不是被绑记了你 他 一看罗易从小就被你欺负惯了 这个当然你猜对了你 不过不算是欺负 Donald 应该算Donald 你对他这样 他会对你这么好 非常好 你说这难以怪 他的那些女朋友呢 对他是百依百顺 只都不敢往昔的 可是呢 他对他们还是不怎么样 这男人嘛 就是喜欢争讽 要不咱们把他给征服过来 我才没那力气呢 他是帅 我也确实喜欢帅哥 不过就是喜欢喜欢看一看而已 就跟喜欢明星似的 只可远观 不可近看 哟 这态度有一些比较微妙的变化呀 哪有啊 说 是不是对杨康 救情妇人了 不是救情妇人 是从来都没有灭过对吗 哪有 快告诉我 我 我保证不告诉小桃 他们都离婚了 告诉阿姨没关系吧 我的妻子 你真的还喜欢杨康啊 我也不想啊 可是听说他们俩离婚了 我这心里 我就 怎么办 打住 您自己想想该怎么办吧 一会儿杨康也来 不是说三十分钟吗 现在已经四十五分钟了 再等等 就一分钟 不是一分钟两分钟的事情 就算你等到明天 那明天也得看啊 我 要不我帮你拿 我 也许就是虚惊一场呢 是不是 行了 我去哪儿 许静一场 许静一场 好 这些事 我会做一份 你去走 我可以去走 你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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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人都骑了 蛋表 太转了吧 人还没骑啊 害得我拼命赶 我先请你吃饭好吗 你想吃点什么 好 正好我气饿了 谁气你了 还能有谁啊 你们那个好姐妹呗 小小的屋檐 挡不住雨点 轻化过之间 抽伤的心结 飘落的荒野 暗示着秋天 曾经只热的夏天 留在昨天 转身的瞬间 爱已经不见 和你的一切 我只能怀念 再多的不舍 都无法改变 曾经的信念 那么遥远 昏暗的光线 遮不住思念 灵魂的空缺 用什么来天 蹉跎了岁月 藏了了容颜 喂 伯父 你谁啊 我 罗毅啊 小罗啊 是吧 是吧 好好好 你们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没事没事 我看小的刚回来怎么又不见了 没事 你们玩 喂 伯父 伯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饱了 不过再点呢 够了 再吃啊 非得把我吃成饭桶 这样小头 就更有理由不要我了 还惦记着呢 开什么玩笑 当然得惦记了 我跟你们说 我和小头离婚了 绝对不是 因为什么感情破裂 那因为什么 是冲突 那你就直接冲动放弃 还有更好的等着你呢 算了吧 累了 一辈子 就冲动这么一回 有更好的让给别人 小头这个妖精啊 千万不能让他出去 祸害别人 为了天下男人的幸福 就牺牲我一个吧 我 去一下洗手间 好 我也去 童童 你放心 我没事 别想了 错过一次 大概就是永远了 知道 早就放弃了 没想到 回处离婚这档子是 我一下子就 他们迟早会复婚的 嗯 是我不好 我不该想了 好了 去帮小桃 好好劝劝他吧 希望他们快点复合 嗯 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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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离窗 静静的想 那些美好的过往 像电影反复播放 墙上的钟白 一滴滴答 时光匆匆如油水 我却还像孩子一样 我想要忘 要怎么忘 为什么忘 又怎么舍得去遗忘 那时的我 你怎么来了 推开你取决你的关怀 因为自己很洒脱 为何梦里你一直存在 现在的我 才知道的全部都是爱 原谅我怎犯了错 我会一直为你等待 我没事了 你走吧 我闭上眼睛 轻轻呼吸 空心里面充满 思念你的气息 我心满腹的思绪 我心满腹的思绪 要如何凋鸣 无可或只想要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谢谢你让我在你身边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 明天的太阳 还会照样升起 那就是我要的幸福 那时的我不懂得爱 推开你取决你的关怀 因为心气很洒脱 为何梦里你一直存在 唐儿 回来了 刚刚我给你打电话 是罗姨接的 刚才是罗姨送你回来的吧 他 阿尔 是不是 姓罗姨欺负你了 姓罗姨欺负你了 没有 他对我很好 那你这是 他车上有天窗 这天窗一开 吹得我眼睛难受 你是不是 又见那混蛋小子去了 他是不是又来纠缠你了 这混小子 就是看不到我家桃儿了 桃儿 要不 咱们搬家吧 我想啊 把这房子卖了 咱们找你三姑娘 在哪儿他不是待着 你想想 这小子三天两头来纠缠你 日子怎么过呀 在这说 你迟早也得嫁人 开始新的生活 反正咱们这儿也没有亲戚 在哪儿他不是待着 至于如意那小子 我想只要他心里有你 你们迟早会在一起的 爸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爸 如果我们复婚 什么 什么 什么复婚 跟谁复婚 怎么 跟小龙儿出去一天 怎么会有这种念头 复婚 如果他要对你好 他们家要对你好 你当初能离婚吗 他就忍心往这 离婚书上签字嘛 如果你对他真有感情 你能跟他离婚吗 别 别 别婚 离婚好吧 爸爸 爸爸 爸爸不用怪你的意思 你如果真对他有感情 当初何必跟他离婚呢 都过去了 咱们不理他 咱们不带他玩 好吗 哈哈 一哭一哭 爸爸心里也难受 啊 爸 爸 对不起 我什么呢傻子 我怪你 都怪爸 如果咱们家条件再好点 爸爸再对你好点 你也不会这么急着 把自己给嫁出去 爸 照你这么说 小桃现在 在和一个有钱的男人交往 有钱算什么能耐 我杨康迟早也是有钱人 小桃不是喜欢 有钱人的那种人 他如果要是 喜欢有钱人的话 东州他也不会嫁给你了 肯定是那个混蛋死缠烂打 哇塞 你终于来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我的表哥 罗毅 这位呢 是我的未婚夫 杨康 你们俩不认识吧 彤彤 他就是你表哥 是啊 你们认识啊 你说给我介绍你的未婚夫 别告诉我 就是他 本来是 是啊 我是他未婚夫 怎么着 允许你勾引我前妻 不允许我跟你表妹交往吗 别打了 快别打了 怎么着 我早就该打你这混蛋了 你以为有钱了不起啊 有钱你就拽啊 你识相的 就离我媳妇儿短点 小子 本来我对你还有歉意 现在没有人 杨康 将来你会知道 你错过了什么 错过也轮不到你 多多 照顾好杨康 你别说话 这没你事儿 想找他做借口留在这儿啊 明天一大早给你爸打电话 否则我立刻送你回香港 这么凶 想自己做主 就正打光明去做 你是想独立 不是去犯罪 你知不知道 知道了 你想跟别人合租房子 不是问题 记得付房租 其他的我去跟你爸说 谢谢表哥 记得 不准再和杨康来往 我跟他本来就没什么来往 表哥 问你个问题行吗 问 你真的爱上小桃了